我以為是 沒有選過這個 下次好 下次提早到再修眉毛 我以為你要走了 不是不是 這個要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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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也不行 但是你會發現 他的美容是因為 覺得很好 他完全不需要在 多一點點的 有啦,我會看 看他怎麼好修 你去把他蓋風吻 前面有我蓋風吻 這是旁邊 旁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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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些不好看 誰 這個眼睛就出來了 真的 看得出來齁 男生不用修太多 男生修沒不懂 自己我要拔眉毛給你 拔一根會撞死 拔眉毛大家記得喔 要順著那個紋維拔 你可不可以這樣拔 超紅的 會噴死 所以呢 貼住之後 這樣拔出來 手握緊之後就拔 這樣子 再拔一下心就跳一下 他的眉毛應該拔起來會痛一點點 因為他眉毛比較粗 他是粗硬 眉毛也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個性 不要問我每個人個性 嘿嘿嘿嘿嘿 用拔的那個位置會比較乾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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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乾淨 我會說好 我會說好 你怎麼那麼棒 你知道嗎 我啊 我這輩子啊 拔一個人的眉毛 要把它捂他當綁 你知道是誰嗎 浩宇哥 我要把它架在床上 搞得好像我要飛敷他一樣 然後 躺在床上 然後我這樣幫他拔 然後我每拔一根 他就好痛 然後你知道我會拔到他眼淚都流出來那一根 我說再一根再一根 然後 然後我說你看 他說不是一根嗎 怎麼三根 你知道我會一直剉他三根 因為他的眉毛太多了 對 我這輩子 拔眉毛最 最要拔的就是 泡宇哥的眉毛 但他是一個非常怕痛的單紙 你看 他修完眉毛 有沒有覺得 他的五官都立體 哇 天啊 那你穿到這 而且呢 我不會去動到他太多這邊 其實這邊的眉毛我不會動到太多 為什麼 因為要保留他自然的眉型 為什麼修眉毛很重要 修眉毛可以讓眉型 很有眉 很有眉 天啊 你看 他修完 有沒有覺得好乾淨 對 而且因為他現在是 他是冬天人 如果他頭髮慢慢變成黑色之後 你看 他現在的臉好立體喔 對 好 另外一邊就請美鳳姐協助你了 好 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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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